2016总统立委选举剩下两个多星期 台中第七选区寻求连任的立委何欣纯 29号这天是在大理举办一场百公百业座谈会 倾听各业界代表新声 前行政院长苏贞昌也特别到场为何欣纯加油打气 苏贞昌强调国会政党轮替的重要性 希望支持者不要松懈 立聘绿营在立委员过半 让蔡英文能够顺利推动改革 支持者高喊口号 前行政院院长苏贞昌这天南下台中 为台中立委第七选区寻求连任的何欣纯加油打气 也在百公百业座谈会当中 倾听产业界新声 中台湾是机械工具机 以及五金零件产业的重症 而囤区更是小工厂群聚之区 何欣纯表示 蔡英文提出了政见之一 就是希望打造中部成为全球智慧机械之都 而苏贞昌也强调 国会政党轮替的重要性 希望支持者不要松懈 立偏绿营在国会过半 这一个百公百业的座谈会呢 也真的非常反应热烈 大家呢深深的感受到我们苏贞昌苏院长 匆匆匆的人气 非常超高人气 我相信绝对可以带来更旺的选票 让新淳的选举能够顺利来高票当选连任 外界评估何欣纯立委的选情相对稳定 但何欣纯仍不松懈 前来苏贞昌为他拉抬身事 持续一步一脚印 举办座谈会 倾听产业新声 也期盼获得更多支持 赢得最后胜利 这久来秋风台中采访不到